据世界新闻网报道 全国房地产商协会NAR15日凌晨 同意以4亿1800万元与控告NAR反竞争 违反反垄断法的集体控方达成和解协议 但更重要的是 NAR同意取消标准用金6%的规定 外方仲介不再需要提供买房仲介用金 买卖仲介用金就此脱钩 用金还可能被取消 等于撤除美国房地产仲介业一大击时 对未来购物影响巨大 纽约时报分析指出 一代和解协议或法官批准 此爱影响深远 包括美国消费者联盟 Consumer Federation of America 退休执行总监布罗拜克 Steve Brobeck表示 脱钩将允许用金被取消 即透过谈判降低 从而降低房价和总体消费成本 房市价格更透明化 买卖方可透过谈判比价 迫使用金比率下降 美国人每年房地产用金支出 约1000亿元 此和解协议 经联邦法院合可后 用金支出预计将大减至少200亿元 最多减500亿元 6%用金不再是常态 NAR制定标准用金5%或6%行规 是全球房仲用金最高之一 保证用金率被取消后 仲介可能被迫降低用金求胜 布罗贝克指出 尽管美国房仲费不太可能降到像英国那样 只有1%或2% 但肯定会大幅下降 用金也将更加反映仲介销售能力和努力 买房仲介引导买更贵房屋的情况变少 NAR规定 卖房仲介售屋消息上架时 需表明给买房仲介多少回扣 批评者指此做法 促使买房仲介将客户引导至更高价房屋 以收取更高佣金 根据和解协议 任何显示仲介回扣或报酬的栏位将完全取消 有助遏制漏息 上百万名房产仲介可能离场 疫情期间 房贷利率暴跌 房市繁荣 房地产仲介人数激增 2020年和2021年 由于156000人获得房仲许可证 NAR会员人数2022年达到160万会员最高峰 但现在很多仲介都在苦撑 用金率降低只会让情况更糟 去年全国一半仲介只卖出移动房子 现在房仲业面临巨大变革 分析人士预测将出现大规模仲介离职 TIFF Bruett 与Words投资银行公司报告预计 随着共享用金制度消失 可能有100万名房仲离场 有24年资历的内华达州房屋仲介镇 麦唐纳 Jan McDonnell表示 经验丰富的房地产仲介有良好生育和兼实人脉 比较新的房仲如果没有既定生育或强大客群 很难留住客户或吸引新客户